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糊马 今天带来的是由2008年上映的地心历险记 特雷福是一个失忆的科学家 在一所大学里面担任教师工作 在哥哥麦克斯失踪之后 特雷福一直努力地进行着实验 但是在连续几年拿不出实验成果之后 他被告知将要关闭实验室 这使得特雷福一筹莫展 特雷福的嫂子要去加拿大一趟 准备将儿子肖恩送到特雷福家先待几天 而伴随着肖恩来的 还有哥哥麦克斯的一箱杂物 特雷福在杂物中发现了一本书 书上既有麦克斯在失踪前夕 也就是1997年7月份的探测数据 根据和实验室的数据进行对比 特雷福惊讶的发现 这些数据和十年后的今天一模一样 探测器的反应也由三个变成了四个 种种迹象表明冰岛会有异样发生 特雷福心中觉得 十年前失踪的麦克斯 可能是去了冰岛寻找火山通道 根据书上笔记的线索 特雷福和肖恩发现了一个叫西格布乔恩的人 却意外得知对方已经于三年前死亡了 研究所也已经关闭 而现在住在这里的是他的女儿汉娜 特雷福请求汉娜作为向导 前往冰岛的北部进行勘察 而在勘察的过程中 他们意外地被困在了一个山洞之中 在寻找出路的时候 特雷福一行人发现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隐藏于地球核心的底心世界 这里生存着许多原始的动植物 随后一行人继续找寻着出路 在一个洞穴里 特雷福发现了麦克斯的笔记 而另一边 汉娜发现了麦克斯的尸体 原来十年前失踪的麦克斯来到了地心世界 并且不幸地死在了这里 一行人悲伤之余 在麦克斯的笔记里发现了地心世界的温度会达到200度 而逃出地心世界的办法就是穿过北边的海洋 找到一个类似于河流的间歇喷泉 可以利用它来返回地面 结果在穿越海洋的途中 萧恩不小心和特雷福以及汉娜分开了 醒来的她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 也只好一路向北走 希望能找到河流 而在另一边 已经靠岸的特雷福和汉娜开始寻找萧恩 汉娜也差点被巨型食人草给缠住 幸亏特雷福反应及时救下了她 在苦雄污果之后 特雷福决定要独自去寻找萧恩 让汉娜先走 不过对特雷福新生爱慕的汉娜表示 不会独自离开 随后 落单的萧恩正在被恐龙追逐 而特雷福寻着恐龙的嘶吼声 也终于找到了萧恩 并且利用白云母摆脱了恐龙的追赶 摆脱了危机的特雷福二人与汉娜会合 他们用恐龙的下额骨当座船 顺利而下 卡在了一处火山的隧道内 就在他们准备借由间歇喷泉逃出生天的时候 却发现已经错过了间歇喷泉的喷发时间 被卡在这里哪都不能去 而下面就是滚烫的岩浆 绝望之际特雷福发现在隧道的后面竟然有河流 可是这么厚的隧道又该如何破开呢 关键时刻特雷福灵机一动点燃了隧道上面的美 隧道后面的河流则喷涌而出 落到了岩浆里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力 特雷福一行人被冲出了隧道 回到了地表 得以重见天日 而在影片的最后 特雷福与汉娜也有情人终成眷属 香恩也随母亲去到了加拿大 本片上映于2008年改编自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心游记》 这部小说曾经在1959年就被搬上过荧幕 此次重拍《地心力险记》 不仅邀请了好莱坞赫赫有名的视觉大师 埃里克·布雷维格来进行指导 并且也是第一部专门运用REOD数字技术 广泛发行的影片 虽然电影的情节是相对简单的 但是它将凡尔纳小说中的低心奇观 在影片中一个个的塑造重现 一切绚烂的光影效果仿佛让人置身于凡尔纳的科幻世界之中 也足够让人大呼过瘾 不过再酷炫的视觉特效也有让人麻木或者说过时的一天 倘若电影只重视技术而不再关心故事情节 终会迎来诸言词尽的那一天 好了 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的话就给波马点个赞 欢迎关注科幻粉丝第一时间获得更新 咱们下期再见